半肥瘦的猪肉先把它剁成肉末 再来准备一点辅料 竹笋 西红柿 海鲜菌 大家也可以用香菇或者其他的蘑菇 蘑菇先把它改刀改短一点 这个竹笋呢 直接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 洗净的西红柿直接把它切成片 西红柿用我们这里的土话的话就叫番茄 番茄炒蛋嘛 非常的好吃 锅内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下入多好的入末 先要把这个入末炒散 入末炒散之后就要转小火了 把它炒香 入末渐渐的开始变为黄色的时候 烹入一点点料酒 主要是去腥亚裔增香 咱们继续炒至 把入末里面的水分和刚刚烹进去的料酒 给它全部炒掉 入末炒至变黄变香的时候 下入一点姜葱末 再来上几滴老抽 加入老抽既可以上色又可以增加酱香味 川式甜面酱来上锅一大勺 这个川式甜面酱比较寒的哈 所以我们就不放盐了 继续用小火炒至把这个酱香味给它炒到入里面去 我们的这个川式炸酱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先把它倒出来备用 有的朋友做杂酱呢 还喜欢加一点这个芽菜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炒好之后 加点水给它微过一过把小时 这样子又是一种风味 锅内加入一点固头汤 如果没有固头汤就直接加水 跟我一样的 烧开后用小火煮八分钟 把这个蘑菇还有竹笋的鲜香味煮到汤里面来 这个汤已经熬的差不多了哈 刚刚我偷偷的尝了一下 非常的鲜美 最后呢就是把切好的西红柿给它放进去 烧开之后关火出锅备用 锅内水开下入二两面条 这里最好是选择手工面哈 手工面吃起来才好吃 我这个是机制碱面 面条铺起来后给它点上一点冷水进去 煮熟后直接把它夹入碗中 舀上刚刚制作好的三鲜圆汤 然后来上两大勺杂酱烧子 因为我们自己吃嘛肯定是豪华版的 最后砸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继承 今天非常美味的三鲜杂酱面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的面条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鲜美 早餐的不二选择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最后呢还是想念来帮大家尝尝看 我一个人把这碗面切完了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哈 特别的香 这个肉非常的脆 其实这是一款清汤的川贵小面哈 这样子的面在我们这里一般卖8块钱一碗 大家说值不值得到8块钱呢 这竹笋也特别好吃 对 很重要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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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